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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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 逆龙之元机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逆龙师傅 Hello 你好 師傅 今集我们就讲一讲 又是姓名学 大家都看到这个白板上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熟悉 因为之前 TVB有一个 关于唱歌选秀的 节目 这位龙婷小姐 是其中之一位 大家都是觉得很亮眼的 一位的人物 一位的选手 不单是亮眼 她的歌声也是听出以由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一位女士 可能她之前的历史 就比较少些 但是始终 有实力的金子 去到哪里都发亮 所以大家都对她 很好奇 所以今集 我们一会儿都会请教你的 但是呢 在讲下去之前 大家记得在影片资讯栏 会找到一个连结 就是逆龙师傅八字命理初班 的线上课程 把握这个机会 随时随地可以去学习 师傅今集请教你 究竟龙婷这个名字 看上去就很特别了 但是在圣明学上 又有没有一些特别之处呢 嗯 其实我就是这样看的 在圣明学上面 看龙婷这两个字 它就没有很特别 哦 是的 包括它因为之前在国内 应该是简体字的 现在国内应该是简体字的 是 简体字在先天河图那里 我们计算出来的 那个数字 就是变成了一个 叫做是火生土 火生土 火去生土 火去生土 所以人就会较为 沉着点 沉实点 就是踏实点 还有追求一个 心灵上的享受 较为多些的一个名字 嗯 在后天上面 因为之前几集讲过 不论你是繁体简体 以这个后天数 它也是要化回 康熙字典去计算的 所以繁简体 它也变成是一样的 好了 但是因为 下来香港 理论上应该 身份证就改了繁体 嗯 就不是简体的了 那所以呢 在那个 河图的先天的数 那里呢 就会有机会变成了第二种 好了 那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贵水 这个是水 那下面这个呢 都仍然是火来的 因为没有变过 嗯 所以变成了呢 它水火呢 大家双冲 名字双冲 双冲 所以冲击性 就很大的一个改变 其人的性格呢 都会因为这个名字的 笔画的改变呢 那磁場改变 是连个人的性情 都会有机会变 之前這個較為沉實一點,一改了聖龍的繁體,人變得較為聰明靈活了 聰明靈活,聰明,所以完全是兩個人,而且這個龍靈不太懂得轉幻,但這個比較靈巧,靈活,懂得轉幻,因為聰明 但有個不好處,這個名字會跟配偶、伴侶有雙春的數字存在 所以反民會變成繁體,就會影響婚姻,所以我很多客人來找我改名,我也是 有些國內的,他以前是甚麼名字,就有甚麼事,我就告訴他 來到香港美奧凡體,就有甚麼事,本來有些可能在國內很好,口閒運,是人間的寵兒 一來到香港,變成好像兩個世界一樣,做甚麼都不相信,因為名字的影響 其實這些來說,應該要再改名,所以我覺得龍亭小姐她今天的成功,是傳憑她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的 聰明,再加上那個人善巧,即是可以 善巧的意思是甚麼,懂得變化一下,跟別人是可以 不容易跟別人衝突,是這樣的 但這個名字,因為水火衝擊,就跟丈夫或者伴侶,那個情況就差一點了 尤其是可能自己疑心都會大一些,即是疑神疑鬼 即是猜是否對方,你會有機會有別人,或者有別人的東西 這個我只存在一個名字,不一定是事實的 即是不要以為我是八卦回來的 即是名字,會有這種我們稱為懷疑的數字存在 那還有些甚麼呢? 這個是貴... 因為我做了很多資料,就是幫客人改名字的時候用的 因為資料性太多,你不要小看一個名字 我以為是很簡單的,是吧? 那改了這個名字,那個人就... 嗯...以前是屯實一點 改了這個繁體之後呢 就反而做事是怎樣說呢? 嗯... 懂得靈活一點,就是說 可以做... 即是譬如付出十分的東西 嗯... 就可以收到譬如一百分的收獲 即是我們叫做能夠小奴多獲一點 嗯... 或者是叫做想小奴多獲一點 是的... 那我們就叫做這個屬於一個偏才的一個名字 是的... 是的... 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 會有機會呢就... 影響到... 那個情緒的有少許問題 嗯... 就是這樣,那就自己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那在後天來說呢,我們看到很多數 我們又說回總的掛數,好嗎? 是二十八 是二十八了 那一聽過二十八就覺得... 都是好的啦,因為八嘛,是吧? 嗯... 八就是財星來的,其實... 在我們中國,或者西方來說呢,八都是屬於財星 是... 所以這個名字呢明顯是... 做生意就好,或者是當官都可以 哦... 如果這些名字呢,當官的職位呢,會是高的 是啊... 是啊... 這些,當官職位高的 那... 那你說,是否因為一個數字的影響 當然不是 但是這裡有一個磁場的傾向性 我經常跟這一刻說,一個名字一定要先天後天配合 兩個東西配合的 那... 真正能夠改運的呢,其實是先天的 是... 後天來說,這些呢,只是改一個祭遇的 嗯... 就是你會有什麼經歷這樣 就不一定說改到你的運程的 所以一定要兩邊合起來才行 那麼二十八呢,我們有一個掛像的 叫官貴掛 啊... 屬於官貴的意思來的 嗯... 很容易呢,是一些大的公司啊,大的機構啊,政府啊,財團啊那裡呢 就是做得較為高級,較為好的 所以呢,這個名字呢,是跟一些較為大的公司呢,就特別有緣啊 特別有緣啊,特別有緣啊 是... 就算在政府、政界上面呢,或者銀行上面呢,都可以是特別容易成功的 嗯... 所以呢,也都很容易得到長輩的餘任的一個名字 嗯... 長輩的餘任,就是說呢,有些長輩有些好東西呢,到時就可能會留回去給你了,這樣啊 那這個名字呢,就外表呢,就是柔和的,但其實呢,內裡很有霸氣啊,啊... 有這個,叫做威嚴,不會被人去欺負的,這些... 嗯... 很有能力的一個名字來的,是的... 那就是... 其實有很多都會有類似的名字,類似就是... 我們香港以前有個張天愛,你認不認識嗎 哦,認識嗎 都是28話,都有自己的能力 就是各樣東西 嗯... 所以原來這個名字呢,是繁體和簡體都是有分別的 嗯... 那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是... OK 那大家都看到了,姓名學是相當之有趣啊 那所以大家呢,如果在這個... 其實命運債遇上呢,覺得自己都有一些難題的話呢 那... 那經常都是這樣說那一句的啦 命盤是沒有得改的,但是名字和電話呢,就有得改的 那就看看會不會是可以幫助到大家啦 好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易蒙師傅的聯絡方法呢 那其實呢,就是可以在影片資訊欄就可以找到的啦 那下一集呢,我們繼續有再請教易蒙師傅啦 好啊... 拜拜 多謝 拜拜 多謝 恩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